OK OK 他的鏡頭太高了 他好像拍不到我 我決定要撥出去啦 你們逼我這麼糟的 哎呀OMG 我要走了 我不吃了 要有聲啊 拍照才來下雨 難道連天都不喜歡創剪 我知道天 知道我們喜歡沒那麼熱的嘛 即是涼一點是吧 是是是 但我們今天想試試不同顏色的效果 天灰到這樣 我們也有黃色 我們也有黃色啦 跟著我們自己戴有顏色的燈就行 最緊要是帶著珠寶來 好帥哦 這件好漂亮哦 一定要曬給我 你這麼容易滿足的嗎 看起來真的漂亮 不是容易 這個我都不是 這些就是東關技術 大家要看啦 是啊 這樣讚一下就會有照片的啦 一邊都沒有飄 別走啊 回來啊 喂 回來啊 是在這裡 一麥測試搞這麼大壇東西呢 沒有 純粹想教一教普通的攝影師 很多時候都沒有留意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叫做 Set Picture Control 因為呢 機身買回來的時候 通常都會自動Set了Auto 但是呢 因為機身Auto的時候 其實它是會任意地 這樣因為不同的情況來 跳了去不同的Mode 就會令到有些攝影師出來 為什麼拍照 好像每一張都不同顏色 那所以就想跟大家說 其實機身預設了 有很多不同的Color Profile 在Nikon就叫做Picture Control 其實天生有很多個都蠻好用的Picture Control 以外呢 就有些特技的Control啦 還要啊 其實763呢 是可以讓我們用這個 SD Card再加插9個自訂的Mode 就是由SD Card倒進去的 如果你是登記了Nikon Imaging Cloud的話呢 甚至乎你是可以在Nikon Artists 裡面 就download很多個 不同由大師級做的Color Profile 那就可以做到不同的電影Mode啦 你看一下 哇 色卡個人漂亮了很多啊 這個 這個就是林寧晶的Mode 那真的整個林寧晶那樣 咦?它不是林寧晶來的嗎? 它是明珠來的 哦 珠寶 哦 香港珠寶嘛 是啊 菲利普親王今天贊助 Endors的 你看它的樣子 多外奈 等人嘛 其實它不知道我們在Roll 是啊 那我選一個 漂亮一點的Cinitone 這個我覺得挺好的 就這個 有點城市感 很難看的 又不小心說了是Cinitone 呢 記住啦 Nikon這個叫做Picture Control 那我呢 片子就用了兩個不同的Picture Control 分別就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感覺啦 那我覺得呢 用起來呢 都叫做可用的 就未至於說呢 好像以前或者其他牌子那樣呢 整完顏色之後呢 爛了 那現在一看下去呢 畫面都尚算乾淨的 那沒有辦法啦 天與關系 那要做些顏色的改變呢 就唯有用人工的燈來做啦 那我就想看看 LED燈呢 在不同的色調情況之下 那個效果是怎樣啦 那就每個Mode都逐張拍一次 那就回去看看那個效果是怎樣啦 大家在畫面上面 都大概看到的效果啦 但是如果想看照片是怎樣的效果呢 就可以在下面的Discription Box裡面 看到的Google Drive的連結裡面 按下去就找到了啦 嘩 看畫面 不斷拍一下拍 一共究竟有多少個Picture Control 其實本身普遍Nikon的相機 Default就有11條 Creative D就有20條加起來 已經31條了 但是在新的Firmware裡面 除了自己可以Costum加多9條之外 除了你只要上Nikon Imaging Cloud 就還有多9個Slot 可以給你下載大C級的Picture Control 喂 但是說到這麼複雜呢 又要Login又成 這條片有沒有教的 有啊 看到最後啦 我就會逐步逐步教大家 怎樣利用這個Nikon Imaging Cloud 其實Nikon的換味 真是越來越厲害 我們就這樣看 嘩 大大話話 四十幾隻色 真是好誇張 如果是選擇困難症的 真是不知怎算好 又不用那麼煩的 之前那20個都很少用的 但是現在有些大師級的Puffer 給你下載的話 那就覺得自己變成大師 但是拍下 又覺得幾開心 幾漂亮的 嘩 我聽了些什麼啊大師 大師你覺得自己是大師 嘩 那大師你什麼時候 做一個大師的Puffer 給我們下載啊 其實不用大師了 只要你用Nikon Capture NX 你就可以自己做自己的Puffer 但是網上呢 日本、韓國、澳洲、印度、巴西、美國 這麼多大師 先用了 其實說真的 我見你下載了那9個 用到真的可用性很高 因為原底那20個 坦白說 那個效果有點太誇張 就真的少用一點 但是今次呢 你網上下載了那9個 好像全部看上去都可以用 而且呢 沒有其他牌子那些 一調整顏色 後面呢 即是 contrast 大一點點 都會爛final 現在我看到 很乾淨 很漂亮 真是Nikon的Color Control 做得不錯 你不記得嗎 拿起來賣了Red 現在你的Puffer 是貨電影用的 以前那些 拍照用的嘛 嘩 我們說了那麼久 都還沒拍完那40幾個 Picture Control 真是替阿珠寶辛苦 雖然珠寶辛苦 但我們這樣錄VIO 硬撐牆 都好辛苦 40幾個 究竟拍完了嗎 Joy 近了近了 差不多到尾聲了 我看到呢 還有最後那幾個 大家給點心機 看完畫面 撐一撐 看看珠寶的眼神 嘩 40幾個Puffer 沒有停過 一直比戲 是不是很專業 有原因的 因為網上的Puffer 他們不是用 同一張相片做比較的嘛 我們拍那麼多個 不同鏡位 在同一張相片的話 大家就可以珍切 看到不同Puffer的效果 差多遠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分別用 七個不同的大師Puffer 去拍片的效果 那你見到 其實 真的全部都用得的 是啊 真是為了電影感而設的嘛 所以以後呢 經常說 MacCon拍片沒有電影感 用條Puffer 就沒有電影感了 嘩 其實是不是拍完 鎖 套掉又可以 直接用 都可以呢 即是 對於一些 不是非常專業的朋友來講 這件事好像 包袱少些 其實就好像 IG Filter 套掉上去 其實你時候 還要做很多修正 但是用這些 Picture Control的話 一出來的效果 已經OK了 又不會懶快佬 是不是方便呢 說這麼多都浪費了 最近要給Model看 立刻 看到它的反應 嘩 我喜歡這隻 這個Filter 超美 拍到 拍到是超有抹 超有Feel 其實現在相機 都已經是去到雲端 好像電話一樣 那所以呢 Nikon 就已經有一個 Nikon Imaging Cloud 的網站 就出來了 其實跟普通 用iCloud 也好 Google Drive也好 你本身都要 sign in 你的Nikon account 用你的Nikon ID 就可以登入去 你們的Nikon Imaging Cloud 登入了之後 其實主要 就分了三大類 就有很多不同的Recipe 其實就是包含了 我們可以改變顏色的 Picture Control 那Save the Recipe 其實就是 我已經選擇了的Recipe 而同一時間 它就可以在第二項上說明 你的相機 將會用來 sign in Nikon Imaging Cloud 的型號 例如 現在的Z63 那我就可以選擇 一些 放上去 當你的相機 連上的Cloud 就會自動 升到你的相機 當然最後 Nikon Recipe 裡面 其實就是一大群 Nikon的Creators 這樣 就做了很多 不同顏色的色調 那你就可以在下面 就選選 放下去 你的Save Recipe 上面 之後你兩邊都可以 上到網的話 就會自動 synchronize 你的網上的Recipe 的名單 和你相機上面的名單 就例如 我選了 這一位 日直攝影師 其實它下面 裡面有三個Profile 你就可以選擇 那選了 進去之後 你是可以看到 那個Profile 裡面其實本身 是用著什麼相機 什麼的鏡頭 以及一些 這個Recipe 的描述 那如果你 看到它下面 有一些Picture Control 的Setting 你會看到 其實它裡面的內容 都很詳細 告訴你 但是 除了我們可以在相機 裡面調校的Picture Control 之外 其實它也是在Capture NX裡面 做了一些Curve的調校 那你就可以把這條Profile 加進去 save the recipe save the recipe save the recipe之後 就變成了 你就會可以在你 這個名單裡面 建成了你曾經選過的Recipe 在你一系列的名單裡面 都看到有清晰的Recipe的話 那你就可以在這裡 將它之後加進去C6-3裡面 那下一次Synchronize的時候 那這個Recipe 就會Synchronize 進去你的相機裡 那就可以看到 第八項 我就加了 一個新的Profile 那當然 你還可以自己用Capture NX 再做一條自己想要的Profile 就好像 我特地為林明晶 做了一條LED燈之後的 膚色Profile 那我都加了上去 那你每一次把相機連到網上的話 一Synchronize 這些Profile 就會自動跟進到你的相機裡了 那在你相機方面 當然當然要預設它可以連上去 Nikon Imaging Cloud 這個功能 那首先去到左邊 網上面 Connectivity 這個位置 Network Menu 那就去到了這個 Nikon Imaging Cloud 那我之前已經調了ON 那重點的位置 除了上面調ON之後 那其實你就會見到 下面就會有Synchronize的檔案 無論是照片 或者是Profile 甚至乎是Firmware的話 都有將要跟網上要Synchronize的檔案數目 那當然啦 這一部相機 就好像一部電話要上網的話 記住Wi-Fi設定方面 你都要找回你平時用的Wi-Fi 就等你的相機就好像電話一樣 上得到相應的Data Wi-Fi 才可以做到其他的設置 那剛才說到甚至乎 那些相片 或者是相機的Firmware 都是可以自動 只要那部機放在Wi-Fi的網絡之下 那其實呢 就算關機的話 你都可以讓相機自動上網 作為Synchronization或者更新的 那也要提一提大家 在Connection option裡面來說 免得這部機自己放在家的時候 自己想上網 用了電而你不知道的話 那我也刻意教了 就是說 我是要插了USB線充電的情況之下 它才做這個自動連上網這個動作 那還有 我也刻意教了就是說 我就不想它在我關機的情況之下 自動連上網 所以都是在我 有決定的情況之下 插著USB線 開著機身 才做這個動作 那就萬無一失啦 好 我看見我 我们会来走